第三届啦啦队亚洲国际公开赛目前在东京举行 台湾过关斩将拿下了海外组第一名 当确定抱走冠军宝座的那刹那 队员们感动落泪 不过这次参赛过程一波三折 由于经费不足差点无法成行 而选手们也在镜头前喊话 希望年底的世界杯比赛能够获得赞助 好让台湾的好成绩继续在国际发光发热 啦啦队比赛正式开展 台湾代表队一出场就气势惊人 连续几个翻滚抛街 让观众看了拼命鼓掌叫好 代表台湾出赛清零技术学院男女混合队表现亮眼 场上每个动作声音都超有默契 元气十足的笑容也让评审印象深刻 亚洲国际公开赛在东京举行连续两天的比赛 台湾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 决赛以最高分拿下了海外组第一名爆走冠军宝座 Chinese Taipei Go 5-Win Chinese Taipei Go 5-Win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筹筋费 然后跟加要钱 然后到处去表演 然后慢慢筹筋出来的 除了海外组冠军宝座 男女混合五人技巧赛也抱走了亚军 同时还获得综合赛第三名 以及评审票选最佳模范奖 总共四项奖座 队员们紧紧抱住奖杯 用力挥手 说要把台湾队的荣耀 让全世界都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